复理香农会与林务局结盟合作 1月份才刚开幕的复茶堂 在过年期间不仅成为南花莲地区最夯的打卡景点 各项营业项目也开出红盘 复理香农会小试水温获得市场的青睐 农会秘书长林辉煌感谢各界的肯定 新年度也将会再度加强复茶堂的服务领域 今年1月19号复理香农会盛大开幕的复茶堂 首度迎来新春过年游客消费群众的大挑战 夜测试水温 结果各项营业项目开出红盘 层级亮眼 今年2022年的新春 我们这个复茶堂是新开业的 在我们这边的多家宣传之下 我们回来这边的我们的乡亲还有游客 都相继来这边来消费 也来这边打卡 状况是不错 非常好 秘书林辉煌指出 最早在2018年开始与林务局争取合作 重新将闲置30多年的林务局 布里工作站厅设场域重新整顿 能会接手设置复茶堂 诸如在地礼山之旅 以及人文农产特色 重新活化推广 今年新春小市水温却大放异彩 秘书林辉煌感谢各界的支持肯定 新的年度复茶堂也有新的规划目标 用滚顿式来检讨 是我们的餐点 或者是我们的办手里的部分 还要增加的部分 我们会继续的检讨 继续的增加 先制的工部门 听设空间 林务局和副里乡农会花三年 780多万元的经费 重新整顿 打造成艺术人文空间 借以推广国产材与优质的农特产品 也让更多人认识 也留连在副里乡的新美好 记者是玉兰副里采访报道